大家好,我是三秒鞋小尾巴上岗 今儿我想聊一个关于二战的话题 但是这个话题跟现在的乌俄战争密切相关 为什么呢,这俄国打到现在 那打成什么样子我们也都看到了 其实他最有可能获得胜利的那会儿啊 是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这个VDV 我之前节目里面口误说成DVD了啊 他现在真被打成DVD了吗 对不对 那个徐某人的节目里面经常配那个VDV 那种慷慨激昂的战阁 结果他真的落地成了河 也就是说俄国人只有靠这种特种空突部队 甚至有一支小分队杀入基辅城内 逼着泽连斯基总统都要拿出枪 这个时候才是乌克兰最危险的时候 而当这样的特种作战渗透被阻止之后 俄国人想要靠正规战 那已经是没有多少机会了 具体为什么正规战 他们有多少机会 我做了很多很多节目都已经讲了 因为俄国人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亿次元的碾压 就是整个的战场感知态势 以及这个武器自动化 这方面俄国军队是远远被抛在了北约军队的后面 那么北约只是军援了一点军队给乌克兰之后 就已经让俄国人打成这个样子 那你要设想一下 如果跟正规的北约军队打仗 俄国人会是什么样呢 那这个话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咱们就不多讲 那么为什么特种作战会失败 其实我跟你说 特种作战它需要做到的是非常长期周密的准备 而这种周密的准备 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疏漏 那就是不行 此期一也 此期二 就是特种作战 什么情况下 可能威力最大的 就是在一次短期的急促冲突当中 这个特种作战的确有可能一战定权坑 但是在一场长期的战争当中 这样的特种作战 它的效果是有限的 咱们呢以史为鉴 讲一下二战时期的第150特种旅的故事 特种作战的失败 我之前曾经在一期节目里面提到过 讲德军二战时期的阿登反击战 那么当时提到过这个特种 就是隐约的说到 这支部队 他们是招了一些会说英语的德国士兵 然后用了一些美军装备 混入美军战舰后方 给美军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也就如此而已 其实这个想法是希特勒的主意 因为阿登反击战 真的是德国把最后的毒本都给砸上去了 如果这次反击也完蛋 德国也就彻底完蛋 所以他当然要不择手段的获取胜利 所以希特勒想了一个主意 所以说希特勒的这种军事天才 从某种意义上讲 你不能否认 比那个什么奇雄 开飞机那位 那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希特勒就说 我们要找一支别动队 这支别动队呢 穿着敌人的军服 尽可能的去造成混乱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让谁来做呢 他的爱将斯科斯尔尼 或者斯科斯尼 就这样的一个人 这位之前曾经干过几票大的 比如说带着一群德国散兵 冲入意大利的山顶旅馆 解救了领袖莫索利尼 这是全世界之名 1943年的时候 1944年 10月份的时候 当时匈牙利摇摆不定 很快要倒向苏联的时候 斯科斯尔尼 他一个人带着一小股部队 冲入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绑架了这个摄政王霍尔蒂的孙子 然后以死为人质要挟霍尔蒂 然后退位 匈牙利继续牢牢的绑定在 周星国的战车上 可以说这个斯科斯尔尼 这个人就是一个特种作战大师 这一刻 德意志的谁谁谁灵魂复体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不是一个人 他一个人可以代表 千军万马 所以当这个时候 组建这样的一个特种旅的任务 希特勒自然而然想到了他 特种作战你说他 还能有谁 还能有谁 对吧 所以当斯科斯尔尼 完成了这个匈牙利的任务 回到德国之后 希特勒马上召见他 说给你一个任务 干嘛呢 就是组建这样的一个特种旅 对吧 斯科斯尔尼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当然说 那好 我待这个任务 但是这个部队的组建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来提要求 对不对 我需要这个两到三个连的坦克 每个连十个坦克 十辆坦克 而且呢 这个营部是什么样的 包括 这支部队如果要尽可能小的话 它的这个后勤补给部队 要尽可能小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 有一个前提 坦克后勤补给车辆 所有的这些都必须是美军装备 对吧 因为你要穿上美军军服 跑到美国的这个战线互帮 制造混乱啊 你必须是美军装备 对吧 而且你这德国士兵 你得穿上美国军服 那你说这样是不是违背了这个交战的守则 被抓住之后 可能就被救了一枪毙啊 当时德国人 那也是想到了这一层啊 怎么着呢 就是在美军军服里面套上这个德军军服 万一被发现的时候把美军军服一脱 我是穿着德国军服被俘虏的 这个时候你给我战俘待遇吧 这样想的 对吧 但是这些德国士兵得汇英语 这个旅大概是三千多个人 您觉得在纳粹德国挑出三千多个汇英语的德国士兵 这个难吗 对不对 注意这个时候啊 斯科斯尔尼完成匈牙利的任务是1944年10月 16日就算10月下旬开始吧 阿当战役是1944年12月 所以说您算算这个时候啊 10月16日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来组建这支部队的话 您觉得这个时间是不是很仓促啊 找三千人不好意思 找不到 找来找去 两百多个人 这两百多个人当中极其熟悉英语 而且熟悉美国的俚语 这种可能比我都要熟悉的多的多 对吧 您比如说什么Yanky是美国佬啊 等等等等 比如说那个美国哪位女明星的那个第二任丈夫是谁啊 就这种话都知道的 十个不到 对吧 然后剩下的大概三四十个人是之前的德国海军啊 反正德国海军那会儿也已经无所事事了嘛 德国海军包括德国民用的很多船只的海员 他们会英语啊 会英语可能就是那种 会一点那个就是能够读啊 但是一说这个德语的口音一定是非常浓重的这种啊 这个大概有三四十个人 你看他加起来五十个人吧 然后剩下的那一两百号人 可能也就会个yes or no 就这样子 对吧 斯科斯尔尼简直是欲哭无泪啊 你要是想要去做这种任务 您总得给我配齐人才嘛 不好意思 这些人配不齐 您就将就着吧 而且援手的命令 您必须得执行 好 人 不行 那么装备呢 对不对 装备也不行 怎么回事呢 对不对 这个都到了1944年了 您只有这个美军缴获德军装备的份 哪有德国缴获美军装备的份啊 对不对 您比如说啊 这个美军的坦克 不好意思啊 那个将军 那个德国地图没有 给您调来了南京地图 不好意思 串头了 那个上校啊 这个美国坦克没有 我们这儿倒是一堆德国坦克 没关系 我加点钢板 给您伪装成美国坦克 您比如说 这是德国的三号突击炮 他把它加装钢板之后 您看着 图腾绿色的大白星 假装成美国的M7 牧师自行火炮 您这骗谁呢 对不对 新兵弹子都骗不了吧 您再比如说德国的黑豹坦克 就这玩意儿 对吧 加了几块钢板 然后呢 把指挥塔一拆 然后伪装成美国的M10坦克建机车 您这骗谁呢 对不对 但是啊 这有总比没有强吧 因为如果不靠这个的话 斯科塞尔尼能收到的 美国的谢尔曼坦克 您猜多少 两辆 其中原来还是坏的 吉普呢 倒是有几辆 至于说美军装备嘛 不好意思 您总不能让他们 带着这玩意儿上战场去吧 对吧 这是德国的散兵盔 你不能带着这玩意儿上战场 美国的头盔 这是有的 怎么着呢 找美国战俘 就抢的 美国的军服呢 找美国战俘啊 对不对 甚至那个战俘英里面 那个美国军服上面写的战俘 那俩字都来不及 他就这么给发下去 吉普车呢 倒是有一些 就这样 150特总理 就开始了 他们在阿登战役的 这种历程 你还真别说 给美军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你要说这种伪装的黑豹坦克 假装M10 或者说这种 三号突击炮 假装M7 这玩意儿能有什么破坏呢 那不好意思 基本没啥破坏 你现在战场上留的 都是那种残骸照片 看到没有 这个是根据一张战场的图来的 这个东西 真的是已经被美军缴获了 这个是假美军的装备 真的被真美军给缴获了 就这样子的东西 而真正在美军后方 引起混乱的 是那些坐着吉普车 去进行破坏的假美军 他们干嘛呢 把路牌给调个方向 切断电话线 就干这些 当然很快也被识破了 然后有一些突击队员 就被抓获了之后 美国人才不管你这里面 有没有穿德国军服了 抓住之后 有几个就被枪毙了 他们被枪毙的那个 影像资料 在网上 你还是能找得到的 但是有些突击队员 说的话还是挺恐怖的 你干嘛呢 对吧 我要去巴黎 我的目的是刺杀 这下美军非常的紧张 看到任何穿美国军服的人 都觉得对方可能是德国间隙 怎么办呢 就是在路口设立各种各样的少侠 去盘问 盘问的问题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美国文化里语的这种问题 我就给你做一个比方 你比如说这个基尼泰美 跟蔡旭坤到底是什么关系 对吧 你如果在这个中国 你不是很熟悉这个梗的话 你一定是达不上来的 对不对 你再比如说这个 你觉得当时他问的什么 那个美国女明星的第二任丈夫是谁 就等等等等 你觉得那个国族和海参的关系是什么 对不对 你觉得那个就杨超越 就类似这样的一节梗 据说布莱德利将军也是在这个场合被问住了 对吧 当年范志毅将军 范志毅大将军说的国族惨败的 脸都不要了 他说的是哪场球 对不对 在这些来要输谁了 要输谁了 对吧 田库 对吧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梗 布莱德利都被问住了 然后美军后方是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知道 美国的战争报道非常善于夸大其词 说德国的这个图局队 其实让我们人心惶惶 但是其实并没有让美军后方遭遇非常非常大的混乱 这场阿登战役很快美军就饿死住了德国的公司 而150突击旅 这个突击任务当然也是以失败高度 那怎么失败的呢 因为你特种作战 你看到没有 准备的很仓促的情况下 非常多的东西 根本来不及准备 那在实行的过程中漏洞百出 这是必然的情况 那么德军 他当时还有两个月准备了 你比比现在的俄国军队 当时的俄国军人进入乌克兰的时候 啊 怎么了 我们是要打仗了吗 对不对 我的装甲车没油了 我去那个加强阵地要哪儿骑我 然后就被服了 您觉得这样的威地威 怎么就不变成地威地呢 对吧 真正的特别牛的特种部队 那个比如说英国的空军团SAS呀 您比如说这个以色列的某些特种部队 那个都是专职 平常也都要业以继日的训练 而俄国这个样子 那还是算了吧 对吧 所以你看这种特种作战 首先你指挥也好 准备也好 非常仓促 一定是失败的 第二 在一场长期战争当中 它的意义就已经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对吧 这次乌克兰战争一定是一次长期的战争 我们设想一下 就算俄国人在战争一开始 真的把基夫给拿下了 乌克兰会停止抵抗吗 西方各国会 愿意吗 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 你这个样子 终究也只是 对吧 徒劳的一些事情 行了 第150特种里这个故事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